姚蜜,1986年9月12日,出生于北京市,华语影视女演员,流行乐歌手,影视制片人,2005年进入北京电影学院表演戏本课班就读,而且还是以第一名的成绩考选了北京电影学院。 当然,杨蜜从一名童星到流量女王,直到今天,她仍然是为新电视收视率的保障,凭借神雕侠女中小东斜,故乡而受到网友关注,之后凭借与狐歌合作先见其狭传三,人气再次飙升,直到后来主演功,更是让她火得一塌糊涂。 当然,从出道以来杨蜜饰演过无数角色,几乎每个人物性格都是不一样的,但杨蜜却总能够很好的驾驭,几乎都能成为经典中的经典。 当然了,杨蜜也是个男神收割机,愈合作的男神几乎都能够传出飞闻。 比如说胡歌,李一峰等,杨蜜除了是个超级出色的演员之外,还是个非常成功的老板,自己开办工作,培养艺人当老板,最雷出色的艺人就是迪丽热吧。 那么,杨蜜为何能够这么成功呢? 其实,这与她本身的家庭背景是离不开关系的,杨蜜家中大多是知识分子,爷爷奶奶都是教书,大博是清华教授,表弟读清华,另一个表弟读哈佛读博士,所以杨蜜也是个高智商的女强人。 至于杨蜜的父亲呢,则更是让人敬畏不已,是个退役的军人。 之前在参加《真正男子汉》时,为了能够满足父亲的愿望,杨蜜还主动参加该节目。 所以,在这个家庭背景熏陶下,杨蜜本身也不会下到哪去,曾以第一名的成绩成功考入北京电影学院。 其实,刘凯威本身的家庭条件也是不错的,是新二代出道,父亲是TVB中名的演员。 在刘凯威进入演艺圈发展的时候,刘灯可是在她的背后铺了不少路。 所以,刘凯威嫁给杨蜜,其实不管是从家庭背景,还是和人成就地位上来看,都是绝对的般配。 在这么个羽龙混杂的娱乐圈,有时真的是需要高情上高智商。 当杨蜜被嘲笑发际限高,杨蜜笑称,我是一个经不起批评的人,如果你们批评我,我就去直发。 一句话逗的网友哈哈大笑,不管怎样,希望杨蜜能够一直幸福下去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